过去就曾经在台北市议会这场合 直询交锋过的王世坚跟韩国瑜 这一回工作再相会 已经变成是在国会立法院了 而就在立委王世坚 今天直询隔会时一度咳嗽咳咳不停 他转头问了立法院长韩国瑜 能不能喝口水呢 而这画面顿时让熟悉这台人士会心一笑 因为过去呢 两人在台北市议会的时候 直询时就曾经发生过经典的喝水事件 被问到这题 王世坚笑了出来 坦然回应 这就叫做人在江湖早晚都要怀 总之寻处女秀上民进党立委 王世坚咳嗽个不停 不过他的不舒服 立法院长韩国瑜早就注意到了 昔日的台北市议会冤家 来到立法院场面却变得超温馨 毕竟当年韩国瑜和王世坚 就因为喝不喝水创造出经典的直询场面 那个主席时间暂停 我喝一口水 你也可以喝口水 流氓也可以喝水 那我不喝了 因为我不是流氓 当时没想到 这应验了一句话 人在江湖早晚要怀的 早晚要怀的 所以我怀韩国瑜这一次是应当的 因为体制上就是这么规定 过去身为议员的王世坚火爆直询 当时的北农总经理韩国瑜 两人互动充满话题性 更使顺势捧红韩国瑜 如今两人角色大不同 浓浓火药味也早就眼笑云散 这一点是韩国瑜院长 他有人情味的地方 其实他从以前就这样 他是那个饶富人情味 他是个字重规重矩 那韩国瑜的特点就是这样 他做什么像什么 那这是对的 说起韩国瑜王世坚笑得腼腆 句句都是称赞 但两人立愿再相逢 过去的恩恩怨怨 也再度引发讨论 记得众好报道哦